其中第一個就是 它是走溫馨接送情的路線 有一次我記得我女大的外景 那時候去台中的麗寶樂園 然後她就說她要接我 就是來回 就等於說她送我到台中之後 還等我錄完影 開車嗎 對 開車 她在那邊等我錄完影之後 再把我送回台北 她不用上班 她就是 妳說做偏的 妳有錢 也不是偏的 自遊業 就是自遊業 家裡OK 所以她有很多時間 然後每天就是 對 就是我也沒選她 就是接我送下班 第二個就是 也是朋友的朋友 然後她 我原本不認識她 我們在唱歌的一個場合 然後一打開包廂 看到我 她就好像定格一樣 她立刻就坐在我旁邊 我說妳誰 她說妳好 我是那個女生的朋友 我說那妳幹嘛坐在我旁邊 她說她看到我就想要認識我 我就很容易遇到這種 很像她前世的老婆 前世的老婆 沒有 然後她是屬於比我年長的那一種 然後她就是社會力量很好 然後也是公司的高階主管 然後她懂很多美食 所以就是剛剛心裡沒講 還有妳講那種 行要來的美食她都很懂 不是那種高級餐廳 或是那種很能定的私處 或者是巷子裡面 那種媽媽開的餐館 她都懂 然後我就覺得 對大家覺得很欣賞 第三個是一個 因為吃對紅糖來講 非常重要 抓住妳的胃 就可以抓住妳的心 沒錯 這是她 但是我也沒有跟她說 這是抓老公的方法 對 然後第三個是一個小弟弟 他那時候比我小四歲 然後其實一開始 他來追我的時候 我有點排斥 因為我不是走弟弟 喜歡弟弟路線的 我喜歡比較年長一點的 他很幽默 很好笑 很風趣 他很能逗我開心 我喜歡幽默的男生 所以那個小弟弟才會 就是得到我青睞 我就想說 不錯 可以試著跟他 就是繼續來往這樣子 第四個男生 這個就有點奇葩 那時候我記得 他是透過經紀人 跟我認識的 本身吧 妳的經紀人 剛好 他就是很剛好 他就 你知道他當初的 那個怎麼說法嗎 他跟我經紀人說 他要投資我 不知道要幫我出錢 就是做什麼寫證 還是EP之類的 然後他是透過經紀人 然後來認識我的 所以那時候我第一次跟他見面 我以為就是一個非常 投資方 對 投資方 然後我是去開會的一個場合 是不是就想說 怎麼約在一個高級餐廳 那個男生就一來 我就覺得 不對啊 感覺他也沒有在跟我談 任何工作上的事情 他就開始說 他就飯局 對啊 你是飯局吧 他就說 他就開始問我說 妳平常私底下喜歡什麼事情啊 然後喜不喜歡看電影啊 老的嗎 也比我大 滿多歲 感覺也是 事業有成的那種 喜不喜歡兜風啊 什麼 我會想說 不是要來談工作的嗎 怎麼感覺 他是要來追我的 然後後來就是 那一餐吃完之後 他就想要跟我留下聯絡方式 後來才恍然大悟說 其實他是 假裝跟我經紀人說 要來投資 我實際上他是要來認識我 對 就是最後一個第六個 他是我覺得 有點嚇到我的一位 就是我去朋友家 然後他們家有那種很大的 戶外泳池 然後我們在那邊烤肉 然後他是男主人的弟弟 然後他是剛從國外回來 然後一看到我 他就說 哇 他就說 妳會 他有哇 真的 有這麼大 真的 他當然內心都會講出來 每一個看到他都有哇 為什麼他每一個都 我看到 我不會做效果 驚為天人 因為他作證 我跟他出去 之前我們有一起去外景 或是幹嘛什麼之類 尤其我印象太深刻 有一次我們去日本出外景 那時候 1月還是3月 我完全還很冷 大家都包緊頂穿個大衣 每個男生跟我插過肩的瞬間 就這樣回頭一看 我知道不是看 因為他們都在看紅糖 超明顯的 真的喔 真的 他回頭 他有提名片嗎 就問妳要不要拍 真的 沒有 他就跟妳運行那種 對 總而言之 他就是看到我眼睛一亮 他直接就說 妳是誰 妳好 他就自我介紹 然後他就說 這主人是我哥哥這樣 然後我剛從國外回來 然後我就說 他說他很喜歡我這樣 然後如果我沒有對象的話 可不可以跟他在一起 就是直接 啪 啪 啪 快很之羞 那種 我就有點被他嚇到 對 所以 總而言之 我剛剛露露等說的 這幾個六位 到最後 其實我跟映竹有點像 我沒有跟其中這六位 看吧 好笨 不是 妳也是雙子 沒有 我天平 但是他上上次天平 我們都風向的 我們就是 很靠一個感覺 那六個人沒有讓我有個感覺 所以我之後挑了一個 讓我覺得 對他很有感覺的男生 沒追妳對不對 沒有追 也沒有追我 對不對 然後就是可能我跟他 只是如果有事物的那種曖昧而已 我就決定要跟他在一起 對 重點是他可能沒有 那六個有錢 或是沒有那個六個有帥氣 或是沒有那個貼心 但是我就是會莫名其妙地喜歡他 那個感覺就是對 那個感覺是什麼 你可以形容一下 那個感覺 沒有 我覺得風向星座是不是比較喜歡 像朋友一樣的戀人 當然 對 所以他們喜歡像朋友一樣 瞄得來的 對 所以他要 他們會覺得你的靈魂 你上輩子有認識他的那種 那怎樣 我們只要錢嗎 我們沒靈魂嗎 我們摩羯座也很有靈魂 妳有看得那麼深嗎 我們看得也很深好不好 你那麼物質 不要吵 我還沒講完 然後你看我 天平座 你看他也是天平座 對 對不對 他說婚 說離就離 說結就結 所以基本上就是很靠一點 憑一個感覺 但是外人不見得知道 那個感覺是什麼 靠的是靈魂的感覺 你們不會